好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做的是带鱼爬白菜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咱们先把这个带鱼收拾一下 这样啊这一丝长筒就出来了 这都去静 朋友们看一下啊把这个贴骨鞋去掉啊用手指甲往前一推就出来了 然后呢再把这个鱼鳍啊去掉这么撕也行 用剪刀呢剪掉也可以 这样把鱼尾呢这个位置的啊都剪掉就不要了 切成小段或者呢打斜切啊切成小菱形也可以啊这样 好了洗上一遍 加上盐 这些就可以 少许一点酱油 热酒 放到这儿带用 咱们把这个菜呢打下焯来看一下开锅了 看了多没多少 看他一倒冷啊就可以出锅 开成锅一分冷就行了 立下水分 这个白的呢 这个白的呢这么长的段就行啊20公分长的段 来一次类推啊都这样 哎呀妈看呀啊把这白菜叶 切成三公分宽的条 哎都是这样的条啊都这样的条 就可以啊这个打斜这个洁面让它大一点 这个洁面要大呢入味效果好啊这样 然后呢再把这个菜叶往里放一下 完活哎 然后呢把这个这是一块五块肉啊 有肥油呢放点肥油啊荤油猪大油啊都对 要是没有呢咱们就随便找一块肉放就行了啊 有这么一块肉啊非常增味啊 再看 姜 拍松 哎这样 拍松 哎这样就可以了 通常呢这个鱼都是要炸啊咱们市面呢煎 煎的好处呢就是能省能省点油 特别咱们在家都说这个炸完的鱼的油呢腥啊 只是炒菜吧也是可以的 咱们呢为了拔福网友啊怎么样做这个菜能省油 不脏油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这么做一下啊 把这火呢调好啊 现在呢 爪润出来了 哈哈 这么一动 柱地上下的油呢都打柳 哎这就可以 然后呢把这个上面少撒成一点盐啊 大锅煎上 这些鱼呢 喝两锅煎就可以 调一下锅 看那个面能煎到什么程度 现在呢一晃着就能知道 如果它在小里一晃不动 就说明打蛋 还没煎至上课啊 看看 哎 这面是还没煎好啊 再煎上一会儿 现在呢用筷子把它翻一下这 看看这个颜色 哎这样再翻来特别再进去 哎看一下这个颜色 每一块都上色了现在啊 都把它翻过来 现在不要看这油多啊 用这个油还要爆锅 进行撒至 哎 看看这个颜色非常不错 接着再煎 两面都一个颜色就可以了 看一下这颜色啊 两面的颜色走这样了 就可以了 看看这块对面是这个粉 翻过来 还是这个粉啊 这就可以了 拿出来 哎 看看 颜色非常不错 来 然后呢 我给大家看啊 有这些油 把这个 五花肉下锅炒一下 把牛 牛脂料捞出来 放到葱姜里面 现在呢把这个花椒 大料下锅啊 用水洗的就是一方米 把花椒大料大浆 花椒大料炸 炸 炸至这个颜色要记住啊 咖啡色 比咖啡色管的重一点 现在呢把葱姜下锅 这香味都上来了 现在呢 给它烹上 黄酒 酱油 酱油要多放啊 放一点 再加上白糖 再捡 再来两点 目前说叫小肩口 会形 盖上盖 开锅 四分钟啊 就可以 来吧 这个菜啊,要想好吃这个白菜,必须时间要到,说时间要到得多长时间,15分钟,现在咱们开始看一下啊,怎么样去操作,这是个关键环节,看看啊,连煮料在这个葱姜,它都倒到盆里,把白菜下到锅里, 再把主料倒上去,哎,这个火就对了,开上锅,旺火烧开,少加上点醋,米醋,现在已经开锅有3分钟了,它有7分钟,就10分钟啊,这个白菜的口感啊,它有点发脆呢,你要是倒15分钟啊, 就打到耙菜的程度了,耙菜要求是白菜,酥辣才好吃,好了,一会儿见,来,还马上看一下啊,这是淀粉啊,给这个菜呢,收一下馅儿,大点火,往那割馅儿, 然后呢,再加上材料油,有材料油呢,可以放,没有呢,可以不放啊,打点色拉油啊,也可以,好了, 放上香菜,好了,放上香菜,好了, 然后呢,这个味道就是酥辣,只有酥辣,味儿入着才好,来,朋友们,咱们往前来看一下,啊,这个质感,这个煮料的味儿的,基本上都吐出,味儿非常棒,啊,咱们可以在家试一试,好了,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有什么需要呢,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杜味观看